47歲女心李佩玲為席日民視當家花旦她今四日帶著15歲兒子及5歲女兒出席喜歡自己 親子也參派對公益走秀,麗挺如言孩童,談起近來熱門的性騷議題 李佩玲透露高一搭公車上課時有次發覺臀部一直有東西在磨層 覺得好像有一隻手在我屁股後面,不管怎麼移動,手就在那邊 後來發現是一個男生在那裡,又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趕快離開 李佩玲號召大家一起愛上人間不完美 希望我們大家要知道沒有人是完美無缺的 我也希望說我們接受不完美的人,不完美的臉孔 我們也希望自己懂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活出快樂、幸福的自己 所以剛才才會吹奏這首歌曲祝你幸福來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夠接受自己所有的不完美,然後有幸福的每一天 謝謝 如果佩玲她去登記 去選我一定選她 話可以說得這麼這麼的棒 其實平常我們參加所謂的公益活動 可能是我們帶著一些小朋友們 然後走向戶外面向陽光 但是我發現今天真的很幸運很幸福 今天我們是跟所有的小朋友 一塊來到這邊面向陽光 然後剛才看到很多小朋友他們都會互相打招呼 而且玩得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天下的爸爸媽媽們 你們不用擔心 其實孩子們他們的自信就是建立在 你給他們自由的自我認定 所以要常常帶他們出來 你放心 他們都是一個非常開心快樂的小天使 所以他們感染別人 我們千萬不要影響到他們 好,自己要開心 那當然家長們更需要給小朋友 多一點點的鼓勵跟支持 你看像我兒子對不對 都才國中就長這麼大隻了 然後呢 在學校我都跟他講說 沒關係 你雖然大隻 可是呢 你是最棒的 媽咪愛你 就這樣做了 太呆了 你啊 他很喜歡 我去看